好 相關話題 我們繼續請到時事評論員 杜先生為我們點評與分析 杜先生您好 杜先生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美國大選 現在結果是遲遲沒有出爐 但是在民間已經發生了 許許多多像是示威也好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身傷害的發生 所以您如何來觀察 如此的一個發展下去 對於美國的社會來說 又會造成怎樣的衝擊呢 美國畢竟是比較成熟的社會 它畢竟還是最發達的國家 但是就是出現這種狀況的話 應該可以說是跟其他的 發展中國家也差不多 但是應該不會延遍到 那樣一個地步 包括比如像烏克蘭 這個大選引起的政治紛爭 像白俄羅斯 像最近發生的吉爾吉斯斯坦 很多的國家都發生過 因為選舉而出現的社會紛爭問題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除了自己本身的紛爭之外 就外力介入 就其他大國介入 但是對美國的選舉 雖然產生了這樣一些很多 就是讓人家感到很 讓美國感到很難堪的這件事情 讓美國的民主制度 選舉制度都可以說是 顏面禁失的這種情況 但是畢竟沒有其他的國家 有能力干預美國的政治 所以現在情況來講的話 還是他們自己在鬥自己了 這是美國社會出現一個 兩極化 極端的風化的主要的一個表征 這個表征表明的 就是在未來的 美國政治生態當中 還會繼續地存在 特別是對未來的美國的總統 下一任美國總統 在執政過程當中 應該是會非常的困難 你看現在等於說是 剛才我們這個話題提到 就是特朗普 現在製造這樣一個輿論 就是說拜登如果上台的話 是竊取了特朗普的 這個勝利的成果 那到時候他的合法性 就是拜登執政的合法性 就會受到 至少一半的美國人的質疑 是 那麼他將來推行任何一個改革 都非常的困難 那當然特朗普如果即便下台的話 他也看得很爽 他也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畢竟還將近50%的人 在支持特朗普 所以現在這個 美國現在這個兩黨制度 到底現在是不是那麼有效 是不是就讓人家感覺到 就是完美無缺 他的選舉制度 是不是存在了太多的弊端 幾百年 兩百多年以來 一直沒有改善 也沒有改進 包括他的計票的制度等等 類似的這些 其實連發展中國家都不如我覺得 3號選舉 然後在3號之前 計出來的那麼多的選票 到現在還沒有點票完 這個在IT發達的這個社會裡面 可以說不可想像 所以美國現在呢 可以說在 因為這次受到全球瞩目的這個選舉 使得他自己本身在政治上 法律上 選舉制度方面 社會管理方面 人員的這個選民的素質方面 等等很多的問題 全部暴露出來了 這也是給我們大家 就是進一步了解 美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窗口 的確 透過這場選戰 我們也凸顯出了 更多美國社會當中的問題